有一次我們飛日本 然後但是日本是暴風雪的狀況 所以沒辦法飛 然後轉降到東京 然後因為當下的狀況是 沒有一家能夠飛 全部人都在地上動不了 所以然後大家目的地本來不是東京嘛 客人就開始暴動 然後就說 因為他們被請到候機室去等 然後等候我們看要怎麼安排 但是因為全部人都轉降到那邊 然後所以臨時也沒辦法調到住宿 然後連組員也都沒有地方可以休息 所以大家就全部都困在機場 然後一整個晚上 組員也在 組員也是 組員也去不了 然後我們這時候就想說客人很可憐 所以我們就趕快 他們在外面等嘛 我們就出去發毛炭 然後準備熱茶 熱咖啡 然後他們餓了就把餐烤掉 然後我們就 因為那個餐車很重 要在幾百客人的餐 我們就把它推到外面去 因為也沒有其他人 很多我們組員自己把車推到外面去 推到候機室 然後開始一個一個發餐 然後他們就開始咆哮說 就是怎麼可以把我們 跨在這邊什麼都沒有給我們 然後就是客人還上網去罵 對 裡面一塊肉還說都沒飯吃 因為其實是天候因素的關係 其實其他航空沒有一家 在理他們的客人 就是大家自己組員在飛機上休息 或者是有地方去休息 可是只有我們就是留下來照顧客人 然後結果還有其他航空拿登機證 問我們可不可以換餐 然後當然是不可能換給他們 就是我們自己的客人 對啊 然後還要被客人罵 就拍桌子說叫你們主管出來 然後那時候已經是凌晨大概兩三點了吧 我們也就是也不可能真的找主管給他 那我們也試圖 有的話也是冒充的啦 很多主管不敢承擔責任 欸 別別別別 你放給你錢 來 你就是經理啦 很多菜鳥很委屈啊 就這樣被踢出去 被推出去 被罵 那你們的公司 是希望你們在第一線就可以處理嗎 對啊 一定都是這樣 就是我們是第一線嘛 然後他們就希望我們可以 他們就覺得說 那你們應該可以安撫乘客 可以用你們的話術 可以就是做什麼自己安撫 那我們想到就是先送餐送飲料送毛炭給他們嘛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罵就一直道歉 然後就是說 不能還嘴 不能 當然不能 然後客人就直接拍桌子說 他說什麼 我明天一早就要回去 你剛才給我排最主要 然後就想說你哪位啊 我來繞一會兒 為什麼可以排 就是說我們所有機場等那麼多台 我們是誰 為什麼可以第一線走 我們也不可能啊 我們也不能承諾他任何事情 然後就只能說我們在等候通知 然後那天就被罵得超慘 這種情況只有挨罵的份 真的只有挨罵的份 也不能被罪 然後我們也不敢收起來 就當作被罵消業障這樣 對 怎麼可能啊 所以常常會碰到這種 很 很沒有那麼長 對 就是天后夜有狀況 你看機場就亂了 各個櫃台 哇 有些乘客就是牙起來那種 控制不了 你會被罪得到 我們在等候 還要抓到 但是我還是要抓到